今天是7月29日,期指结算就到了 明天就是了,所以自然就有些事情搞作 北水方面,起26日,即上星期五, 其实一直都有资金进入 外面的大行亦开始多了一些对中国A股评论 看好的言论多些 而在实质上,他们的持股比例 根据最近所发布的这些数据来说,是有所增加的 即是说外资行,不知什么原因,是什么 也不知是什么资金 透过外资行方面,多了一些A股 阿耶那边,又是多了一些A股 亦都开始有多一些其他的指数伸出来 这些指数出来,其实就是告诉大家 这些东西升了,这些东西升了 其中有一个叫红利股指数 即是说,哪些股票是派得高息,派得多一点的 它是入流的 这些东西升了,就是说 就是多一些跟你吹锣打鼓 大家可以刺激一下大家对股市的留意 希望你接着就是 银河包,买股 多了一些指数出来的 另一方面 亦都对一些对冲基金,高频交易 就是多了一个把握 就是收他们的币佣收多了一点 就像说,由一毛钱改到收一元 即使说,变成了怎样呢 就是让你不要 你高频交易,它主要是一件事 它的成本要低 那如果让你成本不低的话 你就不会乱乱 一个先又刮,两个先又刮 那你一定要看到它有那么好 你才可以做 那就才会对市场 就引起了不会那么大的波动 那么 现在有些证券所,包括香港证券方面 就是这样 就认为高频交易是好的 要是怎样呢 刺激到交图量大 那之但 想不误误呢 你刺激是什么人的交图量大呢 如果我现在看到,我 整个帽子在这里 左手交右手 右手交左手 左手交右手 右手交左手 左手交右手 频率很大的 不过 是不是真正一个投资好的环境 不是啦 是不是 所以最主要就是 如果你的股材还是好 如果你的股材是好 这样呢 这就会对 大家很多的股文来说 才有实质意义 不然你只是建立这个, 然后进这个位置 这些是否意义 当然这些位置 就像我们现在看到这样 上升,上升,上升,上升 所以我们需要怎么做 升,升,升,下升 这样 所以不只是高頻交易是好的 不過沒有法治 我作為做證券交易所 我當然希望那個量好像很大 這個意義不太大 對我來說我認為是這樣 北水方面是多了 北水上日是多了 多是相對於之前的日子是多了很多 你把88加上47 這裡走了47 這裡加上88 是不是多了很多 大股市成交就不是真的多了這麼多 還少了少少 資金流向方面當然是正面了 因為多了這個 我們再看看 就是這個 還在滑下來的 這個不太好 希望可以回落 再跟著 哪些是多一點呢 看著 近五日盈富基金是多了錢 騰商是多了錢 南方恆生 這些都是大牛歸來的 東方因選 因為最近是有自己本身的問題 這個影響不太大 所以這個波動就不是太有幫助性 這些呢 就屬於這些個別的調教性 以前受到追捧的 後來呢 最近也是滑下了一些 今天又滑上去 所以高頻交易 影響之所及 我們再看看 今天的市場是升的 升的時之中 所以 對於整體來說 有一大問題 大半的板塊 都會見到上升 那麼 升得最多的是什麼板塊呢 就是保險 保險一定是跟股市有關係的 股市好 地產房產好 那就保險股應該是好的 因為資產變得不會太壞 電器和消限產品 這個比喻好 是因為阿爺舊換身 推出了很多東西 推出了很多東西 詳細情況 可以看看小弟今天的文章 阿爺出了很多錢 大概出了3500億左右 來支持這些東西 以前的時章 支持支持 錢呢 不見 這次就不是 阿爺這次給的錢就是 9比1 即是阿爺出了9元 地方出了1元 這樣做 如果西北部地區 阿爺還會出了多一點點 這個還會出到 九成五 因為西北部地區比較窮 地方比較窮 那麼銀行方面又如何呢 因為 如果基本其他好 地產好 那就會這樣也好 地產方面 很多時候 人們都會覺得 哎呀 不太好 其實不是的 有些事情 靜雞雞雞 就做了 例如 萬科 有些地 退出來 由保里 成了它 保里 保里 其實就是阿爺 是軍方單位 保里 跟軍方的很多資金來往有關係 保里 就是這樣 另外 上海和深圳一塔 地價 都再不是以底價成交 而是以底價 而有日價成交 即是 無論如何都好 沒有以前那麼瘋狂 不過有承接的情況出現 也有些是深圳方面的樓盤 都變成了日光盤 意思就是說 今天推出來 賣滾了 就叫做日光盤 似乎 去到現在的水位 是國內的房地產 似乎有些支持 支持不是來自政府 當然政府當然要支持 支持最近出自於用家 就是賣樓 其他東西就是 很多細節的資金 就不用理會了 煤炭 都是會好的 我要留意一件事 煤炭始終還在一定程度之下 還有所需求 需求就是發電 因為你現在多了電動車 你是不是需要多點電 今年熱到一隻狗 是不是需要多點冷氣 所以還是要這樣 雖然中國現在的新能源發電量 已經超越了所謂火電力的發電量 所謂可在新能源 包括水力、太陽能、風能等 最主要就是水能 已經超越了火煤炭方面 火電方面始終還有需求 因為在傳統的大城市裏面 都是火力發電支持為主 而這個 由於是多了電動車 始終你都需要用電 是多了的 煤炭 在這裡經常說 什麼環境污染 有科技可以減少這件事 你不去做 當然 可以的就可以OK 好了 我們看看 保險方面 有哪一筆好呢 你看 財險 有幫忙 全部都好 財險 我們上次都好像前幾星期 又買了 至於走了 然後 然後 有消閒電品 這些都是很簡單 為何會好呢 就是因為他們的阿爺 會支持他們 支持救援新 銀行也好 這個就是朱昌大使 這些是其他的 別管他 煤炭方面 染煤澳大利 為什麼染煤澳大利 因為他賣煤 不僅是給中國的 他還有賣給其他 日本 南韓 其他地方 這些地方 他需要煤多了 就多了 就是這麼簡單的 我們再看看 就是 今天 十分好 很開心 大家都看到 一片紅 特別是阿里巴巴 就是好 爬爬聲 爬了上來 升了5.5% 5.5% 其中 我們看看大使 這個 在其他地方 去到這個位置 暫時搜到 不過 最終一定要 是 調到保里加通道中族 才可以搞的 暫時的阻力 就是在保里加通道中族 那裡 就是176.49 大概是175.5% 支持 但是保里加通道是底部 這個就是1.7.0% 左右 就是這裡 升酸了 可以的 不升酸 不是可以的 我們看看 阻力在哪裡 你看看 這個 一樣 就是 在這裡 這裡 就是阻力位 一定要彈穿它 這裡 至少是173 173 174 175 到 最好175 1757 到這裡 就可以了 接下來 我們看看 今天 有什麼股票可以留意 留意一下煤氣